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阿爾周斯的進度大家是不是都玩得差不多啦 今天來分享一期遊戲中的彩蛋特輯 這一期來分享在野外地圖中的12個細節彩蛋 在影片開始前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本作在戰鬥中 我們的人物可以自由的走動 如果我們在寶可夢出招的時候 故意走到中間呢 還會被招式擊中 人物會被打到了呢 不過似乎並不會掉血量的 但如果在出招前 我們故意的走到寶可夢面前 他會看你一眼 然後默默的走開一點 大概是怕等下戰鬥會誤傷到我們 繼續搗亂 多幾次搗亂的話 寶可夢還會不耐煩的吼你呢 遊戲中有很多顆不同的精靈球 普通的丟入水招 這是普通球的聲音 再來試試看沉重球 悶悶的 水花的聲音明顯要大許多 再來試試看飛翼球 聲音小了許多 在小細節上也都做得很不錯呢 寶可夢在戰鬥中如果被打到殘血 例如這裡我的水衣布 戰鬥結束丟出來 他們會暈暈的 頭上冒猩猩 而且只會出來一下下 就會自己跑回精靈球裡面了 如果是在戰鬥中冰死的寶可夢 例如電擊罐 在背包中給他升級 就可以從冰死救回來 但是丟出來的話還是會暈暈的 我們來到水中戰鬥 如果出場的寶可夢會游泳 例如暴力龍 他就是這樣自由到游泳的狀態 如果派出的是飛行的寶可夢 他會飄在水面上面戰鬥 但如果是不會游泳的 腳底則會自帶一塊板子 使自己漂浮起來 然而 水衣布 你為什麼也需要一塊板子 分明是會游泳的你 難道說在古代本來是一隻漢鴨子 在沼澤地走路的話 我們的人物褲子會變髒的哦 有這種泥巴的效果 再繼續走一段路 泥巴就會甩乾淨 如果是騎路經過也是一樣的 路的後腿會有髒髒的泥巴的效果 回到陸地再跑一段 路腿又會變得乾淨起來 騎乘 月月熊 大牛拉也都是一樣的 太喜歡這種細節狂魔的彩蛋了 我們的人物在野外發呆不動的時候 會有一些待機的小動作 如果遇到下雨下雪的天氣 人物會做出瑟瑟發抖的動作哦 突然想起來 服裝店似乎是有賣後衣服的 來買一套試試看 難道說可以和薩爾達傳說一樣 後衣服就可以防寒 嗯 似乎並沒有實際的保暖效果 吉利蛋和幸福蛋都是膽小的性格 在野外碰到我們就會立即轉身逃跑 但如果我們是殘血的情況呢 來故意把自己摔殘 由於天生是會質疑他人的本性 他們會錯過來我們的身邊哦 這也太溫暖了吧 當畫面的黑礦消失 血量回復一些 他們就會立即繼續逃跑的 還有一些野生的寶可夢 也是有特別的動作 例如豪莉 你走過去附近 他們不攻擊也不逃跑 而是在你的身邊 跳來跳去的逗你開心 我們的人物也會在他們跳的時候 露出微笑的表情哦 黏黏寶稍稍特別一點 在紅蓮濕地 失戀蝦舟的黏黏寶們 你錯過去附近 小小的黏黏寶都是有攻擊性的 會追著你跑 這是因為中間有一隻頭目的黏美兒 替他們撐腰的緣故 如果我們來將頭目的黏美兒打掉 附近小羅羅的黏黏寶們 馬上就不再攻擊而是要逃跑了 這也太可愛了吧 曹北鼻們和自己的名字一樣 在野外的時候 會轉到一個方向閒著發呆 來看看他的方向吧 這裡指示的就是北邊的方向 果然是曹北鼻 在投球捕獲寶可夢的時候 轉到前面看看 成功的瞬間 人物會有微笑的表情呢 如果是戰鬥勝利結算的時候 人物也有 few 勝利了的小表情 通常大家應該都只是看著 自己人物的後背而已 很少會轉到前面來看表情 但是22週四將這些小細節都做好了 真的很想給製作組一個大讚 大家還有發現哪些細節狂魔的彩蛋呢 歡迎在留言和我分享一下吧 在住生村內也有更多彩蛋 會單獨整理一期村內彩蛋 再來和大家分享哦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22週四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也別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